毛驴取巧,毛驴取巧,有一次,主人叫毛驴驮一袋炎,毛驴看见这袋炎并不太大,于是背起炎袋,便快步跑起来,边跑边想,奇怪,看起来不太大的袋子,为什么却这么重? 不久,他来到一条河边,这条河挡住了他的去路,而且又不见有桥,毛驴只好涉水过河,盐带泡在水里,盐融化了大半,毛驴上岸后,觉得背上的东西轻了许多, 他高兴地说,原来东西泡水就会变轻,这可是个大发现啊,后来,主人又叫毛驴驮一包干稻草,毛驴看到这一大包东西,心里就嘀咕,哎呀,这么一大包东西,叫我怎么驮得动呀? 可是当他背上稻草之后,倒觉得并不如他想的那么重,走了断路之后,他又碰到一条河,这次,河上倒是有一座平平稳稳的桥, 可是毛驴想起,东西泡水就会变轻,的道理,连忙跳下水,像,上回一样涉水过河,当他上岸时,从影子上发现背上的稻草包真的变小了, 可是却觉得比过河前沉重好几倍,把他压得气喘吁吁,毛驴皱起眉头,自言自语,东西泡水后应该变轻的,怎么今天这包东西泡水后,反倒变重呢? 曹仙族寓言,寓意,这个有趣的故事给我们三个启示, 一,不能以外表来判断内涵,二,不同的事物不能引用相同的道理, 三,做事要脚踏实地,不要取巧,以免弄巧成拙。